This is Sparta!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一把呂布打野的實戰解說 那如果大家也想玩呂布不那麼沉慢 不一直只會走凱撒路的話 也可以來嘗試一下打野 畢竟在比賽裡面也經常出呂布打野這一個東西 所以說也是挺好玩的 那我帶的是一個覺醒精靈龍爪 並沒有帶一個猛攻那一套 因為我這邊是要出一個紅色的打野刀 所以如果你要出紅色的打野刀的話 我建議你把奧義殺一點攻擊速度的 不然的話你前期的攻速就會非常不夠 這邊卡特娜的超人想要來抓我們的圖倫 我們圖倫還做了三下回程調影一波 我直接一個進場收掉了才能 那這邊雖然說我第三個小野怪並沒有拿到 但是換來的卻是多一個人頭 如果我剛剛去選擇了繼續清我的野區 沒有來幫忙的話 可能我就沒有辦法收到這個人頭 那個差別是差非常的多 看到下路也開始打了 我們三個人去抱一個神力女超人 用我的一技能一直向神力女超人那邊挑飛 撿到了一個助攻 不錯 那我們也成功上四等了 血量不夠沒關係 我們沒出一個打野攻沒有關係 我們的大招CD時間非常的快 因為有打野刀的一個減CD 所以說我們的吸取能力完全不用擔心 有大招 那我們看到利利安這邊 能不能做得到呢 一個瞬移直接被他拉開了距離 我們有大招 別看我只剩一半的血量 呂布這一個英雄就是因為他有他的大招 所以說空龍方面基本上就不耗血量 不耗血量的話 空龍對於空龍來說是非常的重要的 首先空龍有兩個很大的優勢 是說第一你不耗血你可以慢慢偷掉 那另外一種呢就像菲尼克的那種 超級快的赤龍速度 那樣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我們就屬於不扣血的那一邊 繼續來把我們的野區清一清 下路剛剛互相都抓了對方的凱薩路一波 這邊我再去一波 看好機會 有機會就變身Sparta 雖然說我剛剛兩個第三段的優勢呢也空了 那第一個是我預判錯了位置 第二個是被莉莉安的位移技能給躲掉 那第二個是沒有辦法 那第一個猜錯也沒有辦法了 雖然說結局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我們後來也成功收掉對方兩個人 所以說這波並不嚴重 那我們的圖倫又被抓掉了 對嗎一直來抓我們圖倫 我們二打三有點打不過 往後退一下 這個爆裂球沒有爆炸到 其實呂布不用魔力 所以這個buff可以讓給圖倫 但是很不巧的是 第一波可以讓buff的時候圖倫要回家 第二波這個時候圖倫死掉 所以避免被對方搶的話就自己拿掉 這邊看到四個人直接開了一個大招 紅色四個人 只去往前跑 我其實控制了四個人的那個時候 對方已經宣告死亡 為什麼宣告死亡呢 因為我非常的坦 那力量再不走的話 再是一個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以後 把塔給拿一下吧 開一個大招 要用自己的血量回復一下 回復一下的時候還要 還沒有回復完嘛 再找路邊的藍兩 再次一波 下路也是非常的開心啊 看到我們的龍馬 已經自己在推這個下塔了 那這邊繼續看一下該怎麼打下去 現在基本上 有一點點膠著 因為其實還是一個7比5 看到我們已經502 七個人都也有參與 但是呢 我們隊友這個時候 再次一遍的話 是7比6 真的是非常的焦灼 看一下能不能流到 並不行 因為超人一個撞 把我撞開了 那這邊瑟菲斯在進場 我這邊對方 莉莉安也來了 立刻往後跑 因為阿打四是完全打不過的 圖倫來的話 我們應該也要跑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 莉莉安這個發育阿 還有對比我們圖倫這個發育阿 其實是莉莉安來的比較兇一點 來的比較可怕一點 所以就算我們的圖倫也來了 三打四也是打不過 又看到一個超人想要撞我們的圖倫 一直敲 敲起來 那瑟菲斯一個大招空掉以後 然後我們也要往後退一下 我們還是那三個人 但是龍馬這邊是被抓到了嗎 被抓到我也幫不了你啊 但是我露了一個臉 對方看到 那邊有一個呂布 然後就往後退了 對不對 他們怕我 他們不是怕我這個呂布 而是怕我呂布 後面還有其他別的人 那他們就要怕了 如果其實因為剛剛我們的隊友都在附近 但是抓他並不是很好 所以說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我們也沒有一個優勢 那看到勇的話 直接抓勇 不要管有位移瑟菲斯 雖然瑟菲斯有一個低血浪 但是他有位技能 我們還是抓沒有位技能勇 那瑟菲斯還不走的話 我就要來抓你了 看到圖倫又是被抓 瑟菲斯再進場的話 一個地生呢 再一個技能收掉 我們僅要被超人給抓死 那這邊 莉莉安想要來救超人 但是 因為你想救超人 所以你就要死掉 超人的跑速那麼快的話 其實並不需要 隊友來救 因為他還可以用 他的一個向前衝 來做一個小位移 那勇要來清一下兵線 其實我也理解這個勇 因為他也想快點發育起來嘛 但是你發育 雖然說你的二塔就在旁邊 但是你沒有位技能的話 基本上你連5厘米你也走不了 秒速5厘米的距離你也跑不了 沒血了嗎 沒血了趕快開一個大招 我們的CD時間短了 所以說這一套裝備其實是 提供了非常大的減CD給呂布 去開他的大招 還有一技能二技能就不用說 畢竟減CD是全部技能都減 但是我重點要說的是他的大招回血能力 所以就算我們的裝備沒有吸血裝備 但是對呂布的影響也不是非常大 減CD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對方的生命 成功抓到了 直接4個人圍毆致死 圍毆致死 來抓一下下落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利便安那個位技能有點抓不動 瑟斐斯又是給用大招給跳進去 再用一個位技能跳進去 我們也沒辦法追 那他們要來守這個藍拔斧嗎 那圖倫 終於拿到了藍拔斧了 那這邊圖倫也沒有來拿自己家的藍拔斧的話 終於對面的就可以拿 又是抓到勇 直接就生中衛進去把他收掉 其實勇的傷害是高 但是為什麼勇這麼不能出場呢 就是因為他一旦沒有了瞬移這個技能的話 他沒有了位技能的話 基本上你遇到兩個人 三個人這樣子打的話 你就根本沒辦法逃離啊 所以只能一直像這樣子死掉 也沒有辦法 也這種硬衝塔打的也是 不能只怪對方的勇啊 對方的隊友也有一個責任在 畢竟也不能說責任 反正就是要有一個好好的配合 不然選出勇的話 就會有這種的情況發生 那在我說了一大堆話的時候 我們居然 死了三個 三換一 居然是這個樣子 現在16個人頭 死一個都在我的身上 拿到了凱薩 還是不能衝塔 因為對方的傷害還是有 抓不死對方的勇還有力量 然後對方的傷害依然非常的爆炸 那對方想要來拿這個魔龍的話 我就直接讓給你啊 你不要殺死我就好了 捶一個魔防了 我這邊沒有選擇出仙寧 因為我的減CD已經是滿了 40% 所以我不想浪費仙寧的一個 10%的減CD被動 我不想浪費 所以我就自己選擇了德魯伊 德魯伊還有一個 一點點的回血效果量啊 也是非常的不錯 又看到一個神力女超人 又是我們三個人 這個情況這一把好像 發生了三到四次左右啊 你還是並不能逃離 把線清一下這個塔 一個普攻就給拿掉 92塊 對方死掉了兩個人 我們的菁也死掉 沒有了菁其實不太好 因為點塔還是要靠 遠程的射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其實真的有點難 只能硬破 開了一個大招 硬點 硬點 對方也要來手了 再硬點 點完以後 再一個一技能 兩段 第三段 我的阿技能沒有發出去 如果阿技能發出去 如果阿技能發出去 對方勇也死掉了 這邊撿CD的好處就在這了 我的大家又CD好了 看我非常小的血量嗎 吸吸又回來了 再一個普攻 這一個劍 這一個超人狀 對方這個 最後那一波配合有點漂亮 勇的那劍射中我了 超人 一個阿技能 轟中了兩個人 直接收掉了兩個人 因為有點焦灼 我直接來給大家跳到了 16分 13秒的左右 那這邊看到一個超人 抓掉槍 以後 有沒有人 沒有人 把一個一換三 一換三的話 莉莉安還有 莉莉安直接就給菫 爆頭爆死了 那瑟菲斯也站在這裡 等一下死了 我們做了一個零換五 直接進去一波打了 只要我們的菫沒有死 而我也有一個大閘的話 一波可以把這個遊戲給結束掉 開一個大招 再換一下我們的裝備 換成一個復活甲 避免一下扛主堡扛到死 那這邊帶給大家 16殺的呂布打野 R18的輸出 33.7的乘數傷害 那這一把是在我17號的時候打的 那這邊帶給大家了 如果大家不只想要看遊戲 也想看平時的動態啊 真人之類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G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